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素来有中国植谷之称的深圳科企混习 因此吸引到不少新创公司 来自青岛的理音也是其中一人 五年前他就来到深圳 建立一个工业版的线上采购平台 简化订制工件的过程 令采购零件也可以像网救一样这么方便 你发现在这个珠三角 目前来讲都是全国甚至全球最集中的地方 当然毫无疑问它是全球最集中的地方 它有这样一个产业环境 我们来这个地方做事的效率 各方面的东西比外地可能要高很多 大约三年前平台开始营运 至今已经有七千多间工厂 和超过十六万的采购商 使用他们的平台 上年他们就获取了近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金额 在深圳的话 如果是你条件合适的话 一天可能建几家投资机构都很稀松平常 所以的话其实这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欣认为在深圳更容易聘请到研发方面的人才 而且这里也有很好的创业氛围 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坦白来讲偶尔加加班拼一下 奋斗一下都成了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你不光在这个公司这样 你去到别的公司 跳到别的公司 它也是这样子 就是它已经成了一个氛围 成了一个环境 大湾区内有多项重点科技基础设施规划 包括港芯创新及科技园 终身广州知识城 南沙庆城科技创新产业基地等